7月1日的铜锣湾 直气烈脸暴徒服法 香港警队第一次以违反赶去国安法的名义 逮捕了约30名暴徒 其中一人应携带感毒旗帜 穿着乱杆口号的服饰携带凶器 被香港警方确定为首例被捕的嫌疑犯 暴徒们也真是消息不灵通 乱杆头目如鸟兽上去 你们这些小罗罗炮灰还跑出来 这不是顺人头吗 2020年6月30日 港区国家安全法生效 主要是四个罪名 分裂国家罪 颠覆国家政权罪 恐怖活动罪 不管是谁 只要参与组织策划或是实施 旨在分裂国家 破坏国家统一行为的 无论是否使用武力 或者以武力相威胁 计数犯罪 首要分子十年起步 参与着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颠覆国家政权罪 恐怖活动罪 勾结外国 或者是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最近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最高无期徒刑 最后还有一条 其他处罚规定 作为兜底条款 这里呢 就不过于展开了 因为以上是条 已经基本囊括了 2014年战中以来 香港各反华组织的行为 刑事责任 相对于内地法律来说 还是偏轻 因为香港已经在回归前 废除了实行 最高刑罚就是无期徒刑 体现了中重一国两制的原则 为了防止 某些外国法官给香港暴徒开脱 港区国安法规定 必要时 可以由驻港安全公署 实行管家权 驻港国安公署负责侦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 指定检察机关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 指定有关法院审判 按照这个套路 7月1日 香港铜锣湾地区 被抓捕的30名暴徒 几乎笃定 要被控告 触犯赶去国安法的罪名 是罪行大小 可判处 最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严重的 可能判处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判刑之前 如果没有明确证据证明 他们不会再危害国家安全 不得准于保释 如果将港区国安法套运在 2019年 各个乱赶小丑的身上 大部分人 都要背叛无期徒刑 这里解释一下 香港终身监禁 和内地的无期徒刑的区别 无期徒刑呢 一般在坐牢两年后 却有悔改表现 或者是有立功表现的 一般可以见为 20年以上 22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可以减为15年以上 20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香港终身监禁 则是在服刑 将近20年的时候 根据囚犯服刑期的表现 判断其是否可以假释 如果可以呢 就假释出狱 不行就直接关到死为止 那么感度头目 能够逃脱 老底坐穿的命运吗 答案是能 看到这个答案 相信不少读者是震惊的 这些人罪犯滔天 理通外国 颠覆国家 组织黑尔势力 竟然不能够被神之以法 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 叫做法不追溯既往 今天确理的法律呢 不能够管辖 昨天发生的事情 现代国际法 也不能够否定历史权益 比如中国对南海的主权 就不受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的管辖 既然港区国安法是 6月30日通过生效的 那么在这一天之后 只要乱港分子 折服在家 不参与任何危害 国家安全的活动 那么按照法治精神 是不可以对他们 采取强制措施的 所以这几天呢 大家看到乱港分子 纷纷金盆洗手 潜逃的潜逃 引盾的引盾 更有罪大恶极之辈 害怕秋后算战 全然不顾香港特区 对法律的严谨态度 居然冒险的 选择渔船偷渡这条路 乱港头目不敢乘坐飞机外逃 只得找到渔船船主 重金买票 某经营30多年的老船主 为了吓跑对方 开出25万港币的天价 没想到对方一口答应 一问才知道 乱港头目扎堆的偷渡台湾 严重捞乱了偷渡市场的 正常秩序 市场价早就创到了30万 这个数字甚至飙升到了100万港币 我不有感慨 难怪特朗普要冻结乱港的资金 让你闹市的银子 用在偷渡上 这不是挪用公款吗 一个出钱 一个出力 事到临头 各自分飞 所谓的狗漏朋友 便莫过于迟了 赶区国安法 证实实施之前 香港各路汉奸 已经坐鸟寿上 可谓是 威正 抵挡 但是同时 香港特区政府也招致美国的制裁 取消香港特惠待遇之后 香港本地产品不再享受 美国的最惠国关税待遇 由于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只取消了美国2019年12月15日的加税 对于之前的关税 只规定减少50% 因此 所有的原产香港的货物 都得按照中美现行的关税征收 这个倒是没什么 反正香港也不产什么东西 这个制裁手段早在中方预计之内 至于英国这种早存在感的国家 随便来好了 赶区国安法颁布之后 英国上窜下跳 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英国急着给300万的香港人拘留权 鼓动他们移民 制造香港人逃离香港的局面 我笑了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这群约由西方想要多少 我们贴机票送给你 国一国的那些事 打嘴战是没有什么事记忆的 你有27国驻镇 中国也有大批的亚非拉宣弟 给你来个53国的回队 声势更大 只要欧盟不能够达成什么制裁之类的共识 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 远不如美国的反应那么值得重视 我之前说过 香港这个金融中心是因为背靠内地 才有它的地位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 远东的金融中心一直都是大上海 是祖国的改革开放招就了香港 而非香港本身有什么通丁之能 只要祖国还在发展继续 开放继续 香港的金融地位就还在 几个西方国家在那里取消特殊地位 搞金融制裁无非是同归于尽的栏潮 他们敢干 中国就敢接 中国敢于制定敢去管法 就不怕西方制裁分锁 也不怕美国人断交冷战 这就是中国的态度 在中国门口架上几门大炮 就能够横行霸道的律制 招一定一去不复返 中国人眼人鼻息的律制 也一去不复返 希望那些曾经为港独奔走 利通外国卖国求龙的乱港分支 从今以后金盆洗手 重新做人 祖国人民一定是既往不就 给你们改国至新的机会 至于那些使不悔改 现在还幻想着美军登陆的那些人 那上铁窗才是你最终的归属 2020年7月1日 对我们每个香港人来说 都是特别的律制 23年前一场仪式 完成一下历史及一的使命 而这一次 在经历了2003年反23条立法 2012年反国教 2014年违反战中 2016年万角暴动 再到2019年的黑暴 23年后 这是真正人心回归 漫目苍仪的车站 火光试射的街面 萧条树杀的战场 曾经黑暴迫害的景象 仍历历在谋 但是赶去国安法的通过 给了爱港市民一支强心计 反中乱赶的行为 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国安法的问世 划定了国家安全的底线 通过健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填补国家和香港的安全漏洞 真正保障香港和市民的利益 给了香港市民一颗定心王 相信香港将会重回正轨 7月1日 这个香港重生的律址到处红旗飘扬 国歌声持起彼伏 爱国爱港的民众走上街头 金植金管厂 纪律部队伴随着音乐 踏着正旗的步伐进入 随着国歌的声响起 缓缓升起了国旗和区旗 同一时间 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 在天空展示巨幅的国旗和区旗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 有人说 今天是个大喜的律址 今天的意愿军进行曲 特别好听 烂人激动 除了金植金管厂 香港的学校也按照教育局的指引 在校内举行了升起仪式 通过升国旗唱国歌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让年轻的一代认识到 自己是中国人 了解国歌的历史和精神内涵 增强国家观念 弘扬家国情怀 维多利亚赶上超过150艘的渔船 挂上了国旗和区旗 即主题横幅 进行庆香港回归 称赫国安立法巡国 由香港载出发至中华码头 表达对回归的喜悦 对一国两制的支持 以及对香港未来稳定与和平的期待 在太平山顶 市民合唱国歌池 展示巨型的五星红旗 祝愿国家及香港团轮稳定 一国两制行稳致愿 香港市民其唱国歌 庆祝回归祖国23周年 用花车巡游赶岛 来表达对赶去广法的支持 用快赏来庆回归 期盼国泰民安 期盼香港繁荣稳定